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更折射出观众审美的变迁。让我们一同品鉴这场视觉盛宴,感受每位艺人独特的魅力光环。 第九名吴磊,从童星蛻变的成熟魅力。吴磊用实力诠释了童星出身,不是桎梏而是助力。从星汉灿烂到草木人间。 他展现了从青涩少年到成熟男人的蜕变。细腻的演技和日益深邃的眼神。让人不禁感叹,这个曾经的小大人终于长大了。 第八名徐凯,以古一金的多面形男。徐凯的魅力在于他的多变性。无论是古装剧中风度翩翩的贵公子,还是现代剧里精明干练的商界精英。他总能完美驾驭。 这种跨越时空的适应力,正是徐凯独特魅力的体现。 第七名杨阳,阳光清爽的邻家大男孩。杨阳的笑容如同一缕阳光,温暖而不刺眼。他的魅力在于那份亲和力。仿佛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阳光大男孩,让人不自觉的想要亲近。 第六名李线,硬朗阳光的直男魅力。李线的魅力在于他的真实感。他不做作,不矫情,展现的是一种纯粹的阳光之气。这种接地气的硬汉形象,让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。 第五名于是,荷尔蒙爆棚的实力派。于是用实力证明,演技和颜值可以并存。即将上映的《风神》第二部让观众期待满满。他的每个眼神都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,这种深沉的魅力令人难以抗拒。 第四名陈牧驰,潜力无限的新生代。陈牧驰的排名可谓是一匹黑马。作为新生代演员,他展现出的潜力令人惊叹。期待在未来的作品中,能看到他更多经验表现。 第三名王一博,全能酷盖的不羁魅力。王一博是当之无愧的全能王。从舞台到赛道,从荧幕到荧幕,他用实力诠释了酷的定义。这种不设限的态度和全方位的才华,正是他独特魅力的来源。 第二名黄景瑜,硬汉柔情的反差萌。黄景瑜的魅力在于反差。他有着硬汉的外表,却能演绎细腻的情感。这种外纲内柔的特质,让他在众多男艺人中脱颖而出。 并列第一名陈兴旭和肖战,美颜巅峰的双子星座。陈兴旭和肖战的并列第一,展现了当下观众对男性美帝多元审美。 陈兴旭以完美的五官比例征服观众。而肖战则用独特的气质赢得喝彩。这种不同类型的美,恰恰反映了审美的多元化趋势。 这份榜单不仅是对当下男艺人颜值的一次检阅,更是对演艺圈多元化发展的一次见证。 每位入榜艺人都有其独特魅力,而真正的魅力往往源于内在的光芒。 期待他们在未来能带来更多精彩表现,用才华为自己的颜值加分。